喔,這是剛剛媽媽帶來的 喔,有筍桿耶 喔,真好 剛剛應該要先吃這個 對啊,我剛剛沒有打開看裡面要想 所以不知道 那小菜媽媽滷的 對 大家看一下,喔很棒齁 孫冠,孫冠滷滷滷 我剛剛也給你泡了這個 喔,各位你看,又有這個可以吃的 對啊,我待會調個五味醬有沒有 對 這自己泡的 這魷魚,我們買整隻的乾的 有沒有 對,要來看 你看這種顏色都很紮實 就原本魷魚的顏色 對對對,這才原本魷魚的顏色 不是那種粉紅色的 對,發覺已經一隻冰 已經碰到一隻什麼 浩克嗎 浩克還是史萊姆有沒有 那個肉都怪怪的 他這個也是有厚度啦 但是就是沒辦法像外面賣的那種 外面可能比這個還要再多一杯厚了 對,多一杯厚 對,因為這個我們是自己吃啊 我們沒有放藥 對,那種有的那種是用放藥了 像之前我們有拍過這個 魷魚這個啊 自己弄魷魚 五味醬魷魚 好像是下韭菜系列 對,下韭菜系列 對對對 有有有 所以不知道的人去看那支影片 現在夏天 如果你這樣發一發 然後把它 我這是剛燙起來嗎 對 你把它放冰箱 調個五味醬 然後吃飯就很快 對,超棒的 各位,這個真的是超棒的 冰冰涼涼 這如果去外面店也沒燙 沒燙啦 我之前在嘉義有一間 不知道哪一間 他的魷魚是做這樣 他不是拿人家工廠發的 一間雞肉飯的店 對對對 然後那老闆娘說 我一看 我看到擺在那個 冷菜的那個 冰櫃裡面的時候 我就說 老闆娘是你自己發的 對,老闆娘就把他說 蛤?你怎麼知道 因為咱家自己發的也當這樣啊 對啊,對啊 自己發的才會這樣啊 就比較自然的顏色跟厚度啊 對 再給大家看一下 哇,你看 這個就是 正經自己發的 對 對 然後 現在 要來 幹什麼 切豬肉 切豬肉 我要切豬肉 然後乾杯說 順便 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家這塊 這麼大塊的豬肉 要來幹啥 我先把這個放冰箱 好 豬肉在冰箱裡面嗎 沒有 大家可以偷看嗎 豬肉在 保麗籠裡面 因為我剛剛 就是沒有 就是沒有 可以看 這是我買的餅頭啦 這是媽媽拿來的肉 肉跟魚 他給我們一個肉跟魚 待會我才能分裝 然後最主要今天是這一塊 媽媽帶了一塊這個來 各位 一個這麼大塊 對啦 這二點的 溫體的 溫體的 這要有認識的 改環體 要有的 拿整塊拿這樣 喔 有沒有漂亮 漂亮 超漂亮的啦 水上桌 喔 好 看了我就覺得超棒的 那這一塊 我們現在兩個人在研究說 到底這一塊我們要怎麼做 吃湯 對啊 乾杯是說想要有滷肉 對不對 對 我想要做那個滷肉 真的好漂亮喔 這個 對啊 真的耶 各位 這個肉真的是很漂亮 真的就是挑我們 就是覺得 我跟媽媽說 如果有要買 不要太肥 真的是不肥 所以像下次這個 這個我們做完的時候 可以再買一塊 嗯 對啊 這裡還有軟骨 這裡有軟骨 這裡有軟骨 你如果是要做滷肉 要一塊給你做 這塊太小塊了 我一塊都可以啦 不要太散了 我覺得比較好 嗯 不要太散了 因為那個乳酪 它要一點肥肥的 最好是那種 欸 這種三層的最好 我最喜歡三層 其實肉燥這些也有肥啊 對 有肥有瘦 啊有那個肥的時候 那個油脂會出來 之前你滷的那個有 好幾次阿滴都說好好吃喔 各位有沒有聽到 我滷的好好吃 哈哈 改天我再滷給大家看 對啊對啊 滷一鍋吃飯也是方便 對啊 滷一滷 然後那吃飯你要吃滷肉飯還是要吃滷肉麵 對 然後怎麼下手 我要思考一下 哈哈 好各位我們先思考一下 對啊 好我們大概想好了 對啊 剛剛乾杯說三分之一留給他 對 煮那個什麼 肉燥啊 對 這樣夠不夠 可以啊夠了 其他三分之二 你看要做什麼 那就大概這樣這裡先下刀吧 哇 啊 我的手比較沒辣 所以比較不好下到 他這個聚起來 旁邊那個肉旁邊都還有一點點的那個小口肉油 對啊 骨頭油 對 骨頭油 用肌的 用肌的這樣 我們包小桶總比肉丁 哈哈 哈哈 像現在就是 都是 像這樣買一次買多一點了 嗯 可以減少出門這樣 這個 就是大家要自己要知道要做什麼 要怎麼分啊 對 不然買回來也是頭痛 嗯 或者是 不會 不會 把它分好 冰好的話 浪費掉了 也沒辦法 對對對 這樣 乾杯他側面 喔 這這樣看起來側面不錯了 其實是真的要做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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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那個小菜有跟媽媽說要比較散 媽媽說要比較散 真的 真的 結果比想像中的還要散 還要瘦 對比想像中還要瘦 對啊 這裡就有骨頭 這到時候你在切滷肉的時候 可能還要再注意一下 沒關係 這個到時候交給我 嗯 這裡有一點點骨頭 我會讓它變成軟骨 這裡有那個 軟骨 對 軟骨 讚 一般一般大塊的軟骨 都是人家主門提起的 對 這塊有軟骨 在這些地方 還有一點點 瘦 瘦 瘦瘦到時候燙燙的就好 燙燙的 燙燙的 我們去買的時候 人家都整理好了 自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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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我最想要 我最想要做叉燒 叉燒 脆皮燒肉也是可以 嗯 但是脆皮燒肉 我覺得太 太散 太散 這塊真的有散 你剛才慢慢散 中等好了 中等好了 中等 太散了 我看我也覺得太散了 我要享受我的乳酪 到時候逼不出油 對啊 我們剛剛說 大概是那個 要60 體重60公斤 不要選這個體重45公斤 嗯 太瘦了 要選一個小肥豬 這個太健壯了 這金瘦 太金瘦了 所以你要分兩段 反正我們就先做看看吧 好 選一段做脆皮燒肉 好啊 做看看 然後做一段做叉燒 這樣簡單 好 這個如果把它切下去做烤肉 烤肉也不錯 不過他這太瘦 那個旁邊會烤不出油 烤不出油 沒關係 像我們今天就 其實我們今天就有吃這個 給大家看一下 嘿嘿嘿 這有點乾 不過我喜歡吃這個乾乾的 煮到忘記了 各位我給他煮到一半 我跑去 看電視看完 我就跑去樓上去 不要忘記了 然後小菜 發現的時候 變得很油香 就炸香啊 變成這樣 不過很香很好吃 很香很好吃 很香很好吃 對啊 這個肉裡面都會藏 有一點點油不辣愛注意 嗯 這個要處理 所以這個要花一點時間 因為要 我們要自己 自己吃的話 我們要小心一下先 所以要花一點時間 這一塊可以做脆皮酥 喔好喔 剛好帶有一點點油脂 然後我們烤箱的大小 這個跟我們家吃的尺寸差不多 對 然後這個我想要切成 嗯 要滷的嗎 嗯 大塊的 喔這樣看起來不錯喔 切 一塊這麼大塊 喔大塊讚 好啊 後面要吃什麼 在地點上班 不要啊 小菜去地點上班 大家就看不到影片了 然後再來一塊做叉燒的吧 做個 你那是什麼 三粒燒喔 喔三粒叉 三粒叉 這裡有一點帶有一點軟骨 嗯 做個叉燒的 好 大家覺得小菜可以去地點上班嗎 沒辦法 應該沒辦法 幾年頭都會切不到兩次吧 哈哈 是要去人家吃頭肉 嗯 差不多就是這樣 大概這樣 所以這整塊這塊是給我的 啊 這個脆皮燒肉 脆皮燒肉 比較大塊一點 這塊呢 叉燒 脆皮燒肉 叉燒 這個是要滷的 對 滷的六塊就夠了 像那個 今天吃的 昨天吃的那個 但是這個 這個會比較好吃喔 這沒有骨頭 對啊 這個很讚喔 我們這樣滷一鍋 這樣不錯吧 對不錯 這個 這是這個 我們上次 拿的那個肉有點肥 這個 這個就有點瘦 超似的 就是齁 他都是那個肥的地方 會用瘦肉蓋住 對 他用瘦肉蓋住 結果你打開的時候 下面其實都是阿肥 對對對 然後整個這樣這樣 快要變成那個什麼 那個 香港的什麼 一片天 叉燒呢 整個都是肥的 叫一片天 還有下面一種 嗯 那種什麼 五花肉的火鍋肉片 嗯 上面看那個肥瘦 都是非常漂亮 然後下面全都是肥的 對 那在超市買都會這樣 後來我們就都改買那個梅花 因為那個五花肉 真的是沒辦法掌握太肥 對啊 他藏在下面那個看不到 欸 我相信大家買 他應該都買那個肉 應該都會遇過這樣 有了加一 我相信大家應該都加一吧 應該都加一吧 沒有加一的你沒有在買菜 哈哈 我這樣講會不會 不恭喜 很少買菜 很少買菜 那我現在買菜 每次那個肉看起來 那我會拿回來的時候那個 都可以給你小失望 對啊小失望 我都被騙了 另外這些我想要來燒那個 高麗菜肝 喔好耶 高麗菜肝好耶 我們自己有曬那個 高麗菜肝 嗯 喔有有的 有熟嗎 對啊 看一下我高麗菜肝 這個 它還有 這個 這個 燒這個 自己曬的 我覺得好 這是這種一片一片的 這個燒這些肉應該就可以了 超好吃的 一餐啊 對 然後這些就直接大塊大塊下去滷 沒錯 然後你的 這個 乾杯要做滷肉飯 乾杯待會他就要手切肉了 手切肉就比較辛苦 白天再拍給大家看 這兩片我都不用手切 我醃個醬就能烤 嗯 好 那這樣應該也雙分切好了 好 各位那我們就切好了 切成就做五種料理 那做料理要看下次了 下次影片嗎 對啊 不是如果我們剛好 啊我拍那個燒肉都可以 我們可以去那拍小小小的短影片吧 哦 如果有拍的話 如果有拍的話 嗯 好那我們今天就先這樣了 拜拜 拜拜 肉分好了 肉分好了 下次見了拜拜 來 加油娜娜 呦呦呦 呦呦呦 麥克風吃肉了 對 哦 各位看一下 小菜就翻好這樣一袋一袋 嗯 待會還要用夾鏈袋裝起來 對 這樣吧 那我那一塊待會我再處理 嗯 這一塊是大工程囉 剛剛量了一下這邊喔 2.55公斤的肉 然後 乾杯正在切他的 手切肉 對 他說手切滷肉 手切滷肉 滷肉是長這樣 這塊這個 這個在這一個 這真的是不好吃 這是手切滷肉 滷肉不是肉燥飯 是滷肉 滷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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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時候大家就知道 讚